从旋转木马的相识相恋到大学舞会上共舞 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大师史蒂芬霍金 与第一任妻子杰恩浪漫校园练琴 由英国导演詹姆士马徐改编 搬上大萤幕 物理系男生与文学系女生在剑桥大学擦出爱的火花 如同许多好事多磨的爱情故事 霍金念博士期间被诊断出罹患见动人症 医师甚至宣告霍金只剩两年可活 结恩力排众议与霍金闪婚成家 婚后的霍金见动人症一天比一天严重 饰演霍金的英国演员爱迪瑞德曼就坦言 要诠释不同病情阶段 难度超乎想象 从霍金身强体壮到拄着拐杖剖形 接着下肢瘫痪坐轮椅 最后动肺炎手术 饰演不同阶段霍金 爱迪瑞德曼有如一人分饰四脚 想演得丝丝入扣 事前就得做足功课 他已经有健康的健康时小 我认为有个超级特别的区别人 我来自身上摔写写的照片 我会拍照片 然后我会看出了 他们的体验 我们试试看 有什么病毒显出了 他在我下车上 我工作用一个护联写的 和她和我发现 如何去扩练这件事 我的身体 你吗? 你没事 你没事 所以 这黑瘤在这开始的时代 有妻子做后盾 霍金全力投入学术研究 而且家庭生活如胶似妻 还育有三个孩子 然而霍金病情 每况愈下 最后四只瘫痪躺轮椅 连说话都得靠机器代劳 照护疗程 从两年拉到快三十年 霍金与杰恩的爱情 逐渐冷却 加上各自碰上心仪对象 两人在1990年分居 五年后平和离婚 杰恩2008年出版自传 回忆与霍金相处的点点滴滴 就成了电影 爱的万物论的第一手资料 霍金教授本人看到电影 也赞不绝口 他甚至感性地说 如果没有我爱的人在那里 不过是一个空荡荡宇宙 爱迪瑞德曼的外形 与霍金神似 他不单掩活了霍金 立抗病魔的情境 即便最后说不出话 光凭眼神表达喜怒哀乐 细腻到让人动容 行神兼备的演技 将史蒂芬霍金情感 刻画得活灵活现 爱的万物论 能够引起观众 及影评人共鸣 男主角爱迪瑞德曼 绝对功不可没